在世人眼里 古代皇帝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身份 住的是奢华宫殿 吃的是山珍海味 穿的是绫罗绸缎 还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全国上下都听他一个人的 这样的日子谁不想过呢 但我国历朝历大的皇帝 虽然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但普遍都不偿命 他们的平均寿命还不到40岁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虽然皇帝要什么有什么 吃穿住行用的都是最好的 还有一大批医术一流的御医照料 却仍然逃不过短命的悲剧 主要原因其实有三点 第一呢 则是伴随坐上皇帝要面临的危险了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谋权篡位的例子 很多有野心的人立于熏心想到皇帝 所以何多皇帝被刺杀篡位 这是一种非正常死亡的原因 第二点 皇帝虽然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相应的 他的责任和工作量也是巨大的 他身上背负的可是整个国家的重担 每天都要处理各种国家大事 熬夜批揍折 这都是家常便饭了 除此之外 皇帝还要面对很多权力的争斗 和处理后宫的勾心斗角 可想而知 皇帝的心理压力要比普通人大太多 还有一点呢 则跟后宫家力三千有关了 在古代 为皇室开支散业也是皇帝的责任 人丁兴旺才能保证皇室的心胜 所以皇帝白天工作再累 晚上也要加班加点 而有些昏庸的皇帝整日沉迷雨色 长此以往身体自然被掏空了 结合以上这些原因 所以古代的皇帝平均受命才不到四十岁 所谓有得必有失 表面光鲜的事情背后一定是有相应付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